蘇仁昌還有蔡英文 昨天兩人同台出席了 台灣之友會舉辦的募款餐會 而兩人除了拚人氣之外 也比了拍賣的公里 台灣之友會的募款餐會 辦得熱熱鬧鬧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為黨內籌錢也辦了不少餐會 這回可是開了眼界 這一次是我 參加我們的台灣之友會 聚會裡面人最多一次 台灣之友會總會長黃昏虎 民運會長顧寬敏 兩位大佬親自作證 餐會席開60桌 桌桌爆滿 要選台北市的蘇貞昌 趁機帶著市議員參選人 趕緊拉票 蘇財男的同台和支持者 也得要拼人氣 拍賣畫作可不能漏氣 漢窮這一招果然有效 蔡英文拍賣的油畫以50萬成交 蘇貞昌壓力可大了 十分感謝 感謝 30萬 感謝 感謝 30萬 兩下半 意思說要再去台一頓 30萬 幾百萬 支持者給足面子兩幅畫作 都拍出高於底標一倍以上價錢 從現場熱鬧氣氛也秀得出來 隨著民進黨一次一次選舉傳出捷報 募款參會人氣也越來越旺 民視選舉跟宋宏林 台北報導